再来讲,布施是道场,不忘报顾 布施,弥摩杰他做布施的工作 在撒佛世界做布施的工作 他哪里都可以去啊 他基宴也可以去 独场他也可以去 官场他也可以去 商场他也可以去 甚至于学校 当老师他也可以去 小孩子教小孩子他也可以去 他为什么可以去 他是去布施啊 他就是布施啊 布施是道场 他的布施啊是属于无相布施 不是有相布施 我做善事 希望啊 人家回报给你 他做的善事 布施做的善事 去说话 便不希望你回报给他 这是无相布施啊 不忘回报的布施 就是道场 如果今天布施了多少钱 我希望在报纸上 在电视上把我看出来 这是你希望你得到 你布施你希望有人报导 那么你自己名望会高一点 这就是希望回报啊 这种心事不可以 所以我们做布施 有时候 像圣经里面耶稣讲的 我常常讲这句话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连耶稣基督 古鲁 他都知道 不忘回报了 没有回报的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他是不求回报的 也不是为了名 也不是为了利 所以布施是道场 不忘回报 没有回报的 没有那个 我只是做布施 其他 我什么都没有 不需要 有什么 所以布施也是道场